也上了热搜,这位发帖子的小伙伴,我不知道是他本人,他还是转的,反正上了热搜,基本上了官媒的认可了吧。 他说他的新娘子,看起来别人都说是很像杨子,这个杨子又是谁,我也不太清楚,反正这个小伙伴,可能是个明星吧。 然后这个小伙伴就非常非常的,不要加两个非常吧,就开心吧,我作为小猴子的粉丝好开心。 我也祝福这些个新人,我也能可以理解他们这些个感受,我不是个大思想家吗? 谈边界的吗?让人不痛快的吗?让人难受的吗?是吧? 喜欢看我节目的朋友,恐怕都头脑有点问题,情感有点缺陷,你们要小心一点啊。 就是你让你的妻子成为别人,你的妻子统一吗? 人家他愿意吗?是吧? 这个对人家公平吗?人家就是人家,杨子又是谁啊? 杨子是信仰共产主义的,还是信仰上帝的,还是信仰佛教的? 然后这个,还是信仰塔利班的?这个你清楚吗?你了解吗? 这是他的头脑,他的情感。 他的生活细节咬不咬牙呀?说不说梦花呀?这个你知道吗? 这都是一大堆的问题。 人呢,本能上啊,似乎啊,这个都不是绝对的一个定义,是固持于人的容貌。 所以说有的人就说,哎呀,看你老么咔嚓眼的,就觉得讨厌。 可是早晚你不也讨厌自己吗?你也会老啊。 我觉得这个人是荣衡的一个问题,就是本能上让你顾持人的容貌。 自由呢,是让你摆脱这个对容貌的顾持,是吧? 你就是啊,像这么貌似天仙,我也知道你是个白骨精,那就是苏悟空。 唐僧就是不一样,唐僧说他明明是一个大美人,是吧? 但是唐僧虽然认为他是个大美人,但是唐僧不顾持容貌。 你看这里,不要跑蹄了,就是不要这个过分这个东西,是吧? 养子是养子,你就是你,都是独一无二的,都是平等。 谁高贵,大家都高贵,是吧? 只要,但是你要信了邪恶的,你很难说不高贵。 即便你自己封,你自己是高贵,你可能会很难被称为高贵。 好,我这个大思想家就说这么一点吧,就是这个东西要慎重一点。 你的妻子,你的新婚娘子,像羊子,也开心吧? 我也,这个,这个也别批评你,这个开心一会就算了,这个不能太,天天搞这个东西,是会出问题的。 谢谢。